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大数据分析与政策管理应用成果发表 在这个成果发表里会请六组分别针对自己的开放资料 第一组是台北市的交通意外事故资料 第二组是1998年开始到现在20年的登革乐资料 第三组是公害防治 第四组动物认领养 第五组台北市自行车失窃资料的分析 第六组是癌症统计分析 然后针对这六组我们一组请花十分钟以内的时间来去做一个报告 然后最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评分 评分就是请大家来扫描 你觉得自己这一组还有各组六组哦 你都要去投票 我们的选项只有三个 优满意上可 我们最后评分的依据就是以优 看哪一组得到的优最多来去做评分 如果一样高我们再进行第二轮就是看满意谁比较多 可以吗 我们最后的时候再给各位拍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行第一组 第一组的一个介绍 第一组进行台北市交通外事故的调查 你老师各位学长学姐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组 我们要报告的是105年度台北市地区发生车祸的受伤人数 和死亡的数的一些概况 首先第一张图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不管是受伤人数还是死亡数都是男生最高 这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因为男生开车比较重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从车种类别来看的话 那个C是摩托车 所以摩托车的受伤的人数是最高的 但死亡人数来看的话是A是最高的 类型A是指大型车包含客运 还有一些连接车之类的 所以一旦发生车祸 大车造成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就是时间的顺序的部分 可以发现2月是最低的 然后12月是最高的 我们推论可能是因为2月的时候 大家都方向出去 所以台北人数相对比较少 然后12月的时候大家都去跨年 所以台北人数变很多 就很容易发生车祸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先看这张图好了 这张图是年龄的部分 刚好呼吁老师刚刚所说的就是 比较年轻的人 大概20岁左右的人 他的发生的车祸 机会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可能比较信息或者是驾驶比较不純熟之类的 所以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事故 然后我们可以从各个区域中来看到 那个车祸发生的伤网比率还有是中正区这也是最高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正区的资料 其实中正区可以看出来他整体的趋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只有这一点很特别 就是他在9月的时候 他的比率 发生车祸比率是特别的降低 然后我们有去查 但是并没有想说9月并没有什么特别活动 除了那天 那一个月有开雪以外 我不知道那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有关系吗 巨马巨马 蛇龙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上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就是气候的部分 可以看到发生车祸 这个左边都是受伤的 受伤的车祸发生的天气主要是晴天 这个是指着是雾 雾 然后陪着是阴天 这几个前面几个比例都差不多 但是看到死亡的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雨天的死亡的数变得特别高 这可能是因为雨天它有一些是点比较模糊的状况 然后我们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类别是1就是指公务车 然后它这个最高的是救护车的部分 我们发现救护车造成很多人的受伤 所以以后看到救护车可能真的要闪远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这边的这几张图 这几张图是 第一张图是受伤人的 受伤人的比例就是包含乘客还有行人等等的 第一张图是 受伤人数最多的是H02就是指乘客的部分 就是包含 所以可能发生车祸的时候 其实乘客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但是在死亡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死亡部分 反而是行人最容易受到伤害 最容易在车祸中死亡 这可能是因为车祸的时候 行人比较没有保护 所以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然后这个就是基本概况 然后我们就针对一个小小议题做一点讨论 就是我们请其他第二页 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过10次车祸90块 越快车速越快的话 是不是越容易造成人的死亡 所以我们第一个图就可以看到 但这条道路线数越高的时候 它的重大死亡是越容易发生 这个是24小时内死亡的人数 然后但是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正确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这里有两个点 它的平均的线数是不高 但是它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 分别是地下道和桥梁的部分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探讨 然后发现不管是地下道和桥梁 它最主要发生的时间都是在雨天的部分 而且都在雨天的时候 它是最容易发生这种死亡车祸的 所以我们推论说就是 但是跟前面那一站图乎一是因为 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良 再加上这里车速大概都有40左右 40-50左右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死亡车祸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故位置的话 事故位置这里的话 这刚它的趋势是跟 那个我们之前推论一下 就是车速越快 死亡率越高是比较相互的 除了这一个点以外 这个点它是人行道 它的限速是 所有的 荒物类型中最慢的 在这里 在下面这个点 它是所有类型 限速最慢 但它的死亡率却是高于平均的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死亡呢 发生的天气主要是在阴天 我们看了日期 看时间点是在清晨的时候 所以 也是在那种雨天 那种早上 可能视线比较模糊的时候 最容易发生那种车祸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这个死亡之后是最容易发生 尤其是行人的部分 所以 大家如果雨天出去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个行程安全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新闻 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则新闻是 南部某一个市的警察局 针对了 那个大于前后 那个发生事故的 比例来做研究 但它的研究跟我们刚好相反 它说 雨天车祸比较多 它不重的认为 但是我们仔细看我重点部分 它只做了7天的研究 代表他们没有用大数据来进行分析 所以 他们以后如果做这个研究 我们建议它要做大数据分析 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建宏的报告 那是哪个单位 那我们现在请第二组来报告 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第二组 我是7号的林庆林 我在内建部土地重化工程处服务 那我们这一组要报告的 就是有关登革任疫情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是想说 因为登革任它是 它是有它的专业 它是属于这个 疾病啊 疾管署的业务 那我们在 我们想说要认识这个登革任疫情之前 应该对登革任本身的一个 为什么会发生登革任 必须要有一些简单的介绍跟了解 对 那登革任的主要的传播媒介它是 是那个病媒文 那病媒文有两种 一个是埃及斑文跟白线斑文这两种文 那它发生的地区就在热带跟亚热带 所以我就知道说今天那个登革任的一个传播的 关键点一个就是蚊子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温度 那这个病媒文它在这个18度C以下 它就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说在18度C以上 它是比较活跃 而且温度越高会越活跃 所以说在所以为什么会耗发在各代跟亚热带的一个地区 那真的这两种文我想说简单做一个介绍 它这个埃及斑文它主要是喜欢存在室内 那白线斑文是在室外 那它比较特别是它分布的地区 下一个 这个埃及斑文的地区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南部的县市 主要这是埃及斑文 那白线斑文它是在室外 那它就是平均在这个全省各地的市外会有存在白线斑文 那从我们台湾的疫情来看 我们这边推断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病美文的一个媒介 应该是主要集中在埃及斑文 因为我们的等一下的那个分析会看得出来 我们的疫情主要是在我们的南部的 就是在南部这几个现实 好那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更新 第一个就是第一张图是这个以年为时间的一个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除了2002年有一个小幅的病美 就是染病素增加比较多以外 主要是在2014年跟2015年有一个疫情的大爆发 那这个原因我们等一下看下一张图再说 这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201415年大爆发 那我们这边摘述了前后各一年的一个资料给大家看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2013到2016 它其实疫情都是很都是没有什么疫情的 那在2014年呢是高雄只有高雄的疫情先爆发 那2014年高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一年的话就是说这个气暴发生 那气暴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害 是造成这个环境的迫害 那整个政府的救灾的一个投入 可能对于疫情也比较疏忽 那加上再具有一个破坏 可能对于这个玉莓文的防治 或者是它的积水等等的一些做 就是比较忽略 所以它整个疫情 而且那一年刚好那两年刚好又是这个盛音现象的关系 所以温度又特别的高 而且那一年在7月又一个台风一个清洗 造成高雄本身的雨量又比较大 所以说这众多的因素之下 造成我们刚提到的一个是气温的因素也浮沫 然后积水的因素也浮沫了 所以因为它的疫情就因为这样的扩散 那到2015年了 那因为这个一个救灾的建设 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就完成 我们推论说因为高雄的建设持续在进行 那加上这个那一年好像又是我们查到 就是说那一年这个容积率奖利要结束 所以大家会抢 舰上也在抢舰 然后那一年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重化区的开发 所以那再加上那个气泡的一个重建 所以那一年的建设案很多 所以造成第二年高雄的疫情 红色的部分是高雄市 它的疫情第二年没有减下来 反而又增加了 那另外增加的是一个台南 那台南很特殊 它就是之前也没有之后也没有 那它这个疫情的爆发 它的型又跟高雄不同 它是高雄是一型 台南是二型 那台南是二型也是增加很多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找到说 这个台南疫情这个大爆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也只是说它基本上是跟高雄有地缘的关系 然后加上是气温也很高 那它那一年有一个莲花台风的一个进来 那可是它并没有像高雄有这样的一个 什么气暴事件的发生 但是那一年的台南的疫情就是非常的一个严重 那这个这张 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是在看说 这个疫情的地图的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台南高雄特别多 那有黑色线条的部分就是在显示境外移路跟境内 你再图缩小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北部的疫情 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黑色的部分就是属于境外移路的 蓝色的是属于本土的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南部的病例那么多 那大部分还是属于本土型 那北部跟中部它可能就是比较属于说移工或者是 就是外劳的部分或者是一些乔生或者 我们蔡爱可能是一些新住民等等 它可能是有的是一路或者是它可能回去探亲 或去旅游 回来以后传来的 所以在这个样态上 它的北部南部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台南跟高雄 它的那个得病的型是不一样的 它的血腥有四种类型 那这个可是从我们的资料并没有办法去看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找到的资料都说 这个高雄是一席 台南是二席 但是我们这个发现其实高达4万笔的资料 其实都是没有登录一席或二席 那有登录的部分只有少 上面大概只有两千多笔 所以说变成在这个 在这个资料是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个部分的 那可以显示一下一席的部分 对 那对一席的部分在这边看 其实是台南还比较高 跟我们的资料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维合 那这边可以显示就是说 我们可能过去认为疫情 疫情二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剂子 所以我们资料在建党的时候并没有 那可能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建制 它得病的类型是一席还是二席 所以说那个才只有四千多笔的资料 实际上我们就有染病数高达四五万的资料 好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这个很感谢老师 刚刚上课有一道我们去做了一个 每十万人得登录一的一个比例 那这边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比较是说 上面讲的是病例数的一个排行 那下面是每十万人病例数的一个排行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在防疫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应该focus在哪一个部分 虽然说它病例数比较多 但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每十万人是从几率来看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防疫措施 应该还是针对从每十万人病例 病例发生率比较高的 来做这个我们的防疫措施的一个资源透露 大家可以看说其实前三名都一样 就是高雄台南平洞 但是到第四名就不一样 第四名其实每十万人是澎湖 可是在上面的话是台北新北 那下面却是澎湖跟台东 可是从我们的资料上来看 也是南部的县市 就是嘉义以南的县市 其实是登革热比较耗发的 所以每十万人的病发率 也验证了这一个部分 那另外这个图呢 这张图我们做的是行政区的部分 那行政区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在看说 那个高雄气暴的一个地点 就是在那个林亚区啊 凤山区 那扩散到三明区等等 那这个图也是让我们验证说 这个确实是这几个行政区 它的一个得病的率也比较高 那得病数的部分呢 也是很高 那其实比较特别是说第一名 其实每十万人第一名是台南市的中西区 那我刚刚有提到台南市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文献上查的 就是他得病的原因的资料 并变那么的多 这部分大家可以再 有兴趣可以再探索看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性别 不晓得大家会不会 有没有想过说 蚊子到底喜欢丁鸟男生还是女生 那我们从这个图 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以年龄来讲 他从年龄高到低 然后呢 得病率最高的当然是年纪最大的 他有一个年纪大 得病率高的一个趋势 那可是就男女性别 大家可以看到在35岁以上 他其实都是女多于男 可是35岁以下就是男多于女 就是得病数 那我们小组做了讨论 大家在想说 是不是说35岁以下 男生比较爱运动啊 会流汗 在室外比较容易 这个 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被蚊虫叮咬 是有这样 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科学 那大家也可以去想想这个有趣的问题 到底是 为什么会在35岁去做一个翻转 好 那有关这个登革任的房子呢 那我再补充这个 对 跳过跳过等我一下 那登革任的一个房子呢 我们就是简单再说明一下 因为就是说 因为这个那两年台南跟高枕疫情的大爆发 我们政府就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不管是从卫生教育也好 社区也好 或者是一些病门的扑杀调查等等 都投入相当多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甚至还有辅助什么一些化学的药剂的投入 还包括一些科学的一个调查 那我在我们上也有看到 就是说我们环保署也有提出一个防火墙计划 希望碧梅文的部分能够做一个扑杀 那另外一是陈娜的部分 他们也有研究针对说小区域的投药 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大面积的投药 那他们就是建议用小面积的投药 之后也是有相当的一个成效 所以说以至于说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两年 他的这个疫情就大股的下降了 那政府像这个提供工被快筛等等 都是很多资源的一个投入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就是有关 他有提到说包括国防部啊 巴军团等等的一些一起投入啊 中央啊地方啊等等 还加上媒体的一个关注等等 所以至于到疫情后来就是 目前都可以受到一定的一个控制 好 以上就是我们电子的说明 谢谢 各位好 我是国税局新化基增所的税务员 因为我没有带电脑 所以我自己来报告 那我们这一组报告的是公害的一个房子的分析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资料之前 我们会发现说 OK 那我们在看一开始我们在看这个公开的时候 我们会说以为空气污染 那会我们看一下不是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年 那今天我们这个年的话 它只有一年的时间给我们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年度的一个比较 它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看到这一年的话 一季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它是逐渐的一个上升 并不是说它冬天比较多 或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不同年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循环性 我们只知道说 它今天它是逐渐在做上升的 逐渐在做上升的 那么为什么会逐渐在做上升 这个就直接讨论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 行政院环保署 它都有鼓励奖励检举公害 还有发奖金 只要有发奖金的 这个案件都会增加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说 它各县市的发生的一个的情形 我们看一下各县市的 各县市的一个发生的情形的话 台北市是最多的 那后面的话有高雄市 台中市 台南市 新竹市 那这个跟我们想象的都完全一致 因为呢 这些的地方人口数都是比较多的 它的发生的一个情形一定也是比较多 但是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嘉义市 嘉义市很小 不是嘉义县 是嘉义市 那嘉义市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小 那它竟然的话发生这么多 而且我们看来逐月 我们逐 逐 那个季来看的时候 在发生的时候 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嘉义市虽然很多 嘉义市很多 可是它跟台北市 其实没有差异很大 可是说 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嘉义市爆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季 第二季它比台北市还要多 哎 第一季跟第二季根本 跟我们一般的想象 是完全不同的 那它第三季的时候 也是一样 第四季的时候 哎 后面就没有了 那 跟刚才我们讲的说 今天是不是它跟它的政策 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我们有去看了一下 哎 我们知道 嘉义市他做了推了很多的措施 可能有竞赛啦 所以他也发奖金了 甚至于他说 24小时 24小时 那个检局 多少时间 要办理 所以他嘉义市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他可能在政策上 他一个推行非常 哦 有力的进去 那当然一个政策的持 是不是有办法这样很持久的 我们可以发现说 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弱了嘛 哦 那台北市当然是我们所希望去了解的 因为它的特公害的一个项目是最多的 哦 那 嘉义市当然是我们来去分析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公害的一个 一个情形 我们看一下它的比例 那么 这个的话 环境卫生的话占了57% 那第二项的话 第二项的话 第二项的是说 是那个 废弃物的污染 哦 占了14% 占了14%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要再更进一步的去分析说 诶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一下台北 台北市好了 我们先看从台北市 台北市最主要是在环境卫生的部分 哇 它占了74% 第二个的话它是发生的是噪音 它是噪音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是今天是都市醒的时候 它特别 特别去注意它噪音的一个部分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全国性的时候 第二 第二的比例不母是噪音哦 那我们评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像高雄好了 高雄 没有看到 高雄市好了 我们看一下高雄市的话 那高雄市的话 寒净卫生当然还是第一名嘛 对不对 那第二名的话是 壁物污染物 第三名的话是噪音 所以都市醒的噪音 一定是它所注意的 可是高雄市它有 高雄市它的一个 石化的工业区 所以高雄市有它特有的 壁物污染物的污染 那这个部分会被非常的非常的一个多 好那我们知道了 像刚才的嘉一市 我们看一下嘉一市 嘉一市的话 环境 环境卫生的部分占了59.24% 跟全国的一个部分来讲是差不多一致的 可是它的第二名是什么呢 第二名的话是被启物 所以它又跟别的县市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它这个环境这个东西里面的话 它到底是哪一种细向的东西的污染 我们一看台北市的话 台北市我们刚才讲的 刚才是最大的是环境卫生 那环境卫生它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街道的清洁 它表示说它今天民众 它对于环境的清洁这个东西呢 它非常的在意 那其实有点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压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到财寻所去搜寻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台北的街道其实很干净 我住台南 我说实在的 比台南真的差很多 可是越都市化的民众的话 它的程度越高 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 它反而更高 所以它今天它第一个 它对于街道的卫生 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在意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 他们刚才 我看到它的第二个是噪音 对不对 噪音 噪音的话 它就是属于动力积聚 在都市里面 都市里面对车辆的一个噪音 噪音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噪音很理解 噪音很理解 那过来 台北看完了 我们重点 我们要看一下佳义士 为什么佳义士 会特别跟人家不一样 噪 我们看一下佳义士的东西 那佳义士的话 我们第一个 然后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 它是第一名的 那环境卫生的话 我们看它第一名的是什么东西呢 空地空污的脏乱 大家都一个问号了 为什么佳义士它的空污 我们知道空污的话 容易造成污染吗 因为很多人 他可能会把垃圾丢到那个空污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怀疑说 它第一个 它是不是空污特别多啊 可是呢 你知道空污特别多 会是佳义士吗 会认为是佳义士吗 不会啦 现在听说是高雄市空污最多啦 像高雄市尤其像陆柯 陆柯都没有来了之后 那个整个正陶街什么的 都租不出去嘛 它整个的一个出租率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突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咦 它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空污的地方 然后很多人乱倒垃圾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它第二个的话就是垃圾对方垃圾 其实从我们从第二个里面去推想 因为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都跟垃圾有关 那你垃圾你会丢哪里 两个地方 一个合串 一个是空的地方 拍灯丢的地方就是丢嘛 所以从总结 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 家义士他们的民众在 可能 可能 環保署他们收垃圾的时候 可能 是不是没有 定点 或者是怎样 可能定点 他可以丢了 定时去收 然后他就可以这样子丢 我们通常 一般像谭兰师来讲的话 我们是垃圾不落地 那家义士 是不是 他们可能在这一方面的 政府的一个行政作为的时候 并不是做得那么的那么的好 好 那过来 家义士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的 它的话是废弃物嘛 废弃物 那废弃物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废弃物最高的一个是 废弃的一个气机车 废弃气机车 我们知道 那个气机车在做 如果你今天要报废的时候 它必须要还保储去回收 而且呢 摩托车300块 那些东西怎么会造成说 它今天产生污染 今天它再产生污染 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本身 我是在国税局上班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业界那边跑 其实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般民众乱丢 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 我们移到我们的一个工作经验 我们想说 在坊间很难 很多他们会收购那个飞机机车的 那它飞机机车 他们收购了之后 他们要那些零件 他们就会堆放在路边 找一个地方在口放 所以这个东西 会造成它的一个污染 那个汽车的一个污染 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台北市跟嘉义市 但是真的是台北市跟嘉义市 真的是最多的吗 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个 那个每百万人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这边看到了 每百万人分析的时候 是嘉义市 嘉义市是最高的 那台北市过来 高雄市 台中 基隆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跟我们想象的都是差不多的 那只有嘉义市 嘉义市它怎么比较特别 那今天这个中文部分就是我本身的一个报告 谢谢各位 好,谢谢 各位同学 那先进还有老师 大家好 那我们是历史组 那我是保重部的 通商口分属的承招 以前就是建议 那今天就代表我们主员 一起来做一个报告 那首先 我们今天报告的一个就是 针对这一个就是 我们台湾的这一个动物 在领养的一个数据上面的一个大数据分析 那首先 我们先进入桌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数据 所分析出来的一个图表 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首先在图表的部分来看的话 在这个图表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总体来讲 从这个2014年一直到2018年 其实 在这一个我们的动物的这一个收容所里面 它的一个收容数量的一个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其中最高的一个点是在2017 那2017年就是这个106年嘛 那时候 动宝法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修正 那特别是那一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12夜 12夜是在做什么呢 那他在做的时候 那个流浪狗流浪动物 如果被那个收容所收容之后 如果超过12天没有人认养 没有那个主人领回去的话 就要呼杀 好 那这个电影出来了 他们有一个现场的效果 当然大家就同情嘛 那所以那一年就有一个领呼杀的一个 就是因为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会有这个领呼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也导致的2017年就是106年 的这一个认养的这一个数字 他开放的数字是比各年都还要高的 那我们从这边的这一个图来看 就是说在流浪动物里面最大众的还是狗跟猫啊 那最大众就是狗 狗比猫还要多 那当然小动物什么小鸟 可能昆虫什么那个可能就不记录了 我们就不再另外做一个讨论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在桃园市台中市台北市 这三大就是有让公务的这一个认养 那个数量是最大的一个呈现 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那我们就进入第二页 谢谢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学乐老师这么多的一个工夫 当然要呈现一下说我们这个流动性的这一个呈现 那所以就在这边修一下 让大家就是同学跟个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进入第三页就是在这一个部分 刚刚有提到总体来讲 就是猫跟狗的一个差异 当然就是狗是比较多的 那这边的话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桃园市台中台北都是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后续会有这一个 就是相关新闻的一个佐证 而我们先在这边看一下 就是继续下面来这个 简报的第二 就几乎简报的 那我们开始来做这个 刚刚有报告数据方面的一个呈现 接着我们就进入这一个相关新闻的一个验证 刚刚有提到2017年106年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程 那这边也有相关的新闻提到这件事情 那106年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有灵菩萨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个认领养的这个数字有放出来 可是 刚刚有呈现给同学们看 106 108年 107年也就是2018年的数字 其实是往下降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也觉得疑惑就是 前一年其实放了很多 下一年的话其实变得变得很少了 是不是 因为那个就是收红手没有办法再收容 他没有办法再放出更多 或者是说那个应该也不敢抓了 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这样都有受到社会的一个关注 那我们进入下一页 就是来提到有关动保法 那一年其实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修正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增加这一个 就是在外动物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增生 然后就是安置的一个情况变多 也是有可能的 首先 其实这是动保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里面有讲 就是第二点 这个是有点不人心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他提高的就是对宅杀 故意伤害或者是对动物受 遭受伤害的一些罚金 但也不能买跟持用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动保法这个规定很严格 所以大家不敢吃猫肉或狗肉了 所以他们这个数量外面的变得比较多 我也说不定 那当然了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归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增现 其实在在都反映说相关法规的一个提升 还有观念的一个进步 那我们再进入第下一页 好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刚刚我们的这一个算问的数量数字 桃园台中还有就是台北的部分是前三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稍微搜寻一下网路的一个情形 我们发现其实这三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制度 有系统性的在做收容以及任养 领养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做一个媒介 首先如果我们做一个领养人 我们一定会考虑到说 我们想要看到说我们未来领养的猫狗长的是什么样子 他是几岁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到像桃园这边的话 他们有一个动物保护教育园区 那台北的话有动物之家 离我们比较近的台东这边的南腿医院区 他们通常他们都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他们有提供一个平台 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资讯 让大家去看 提升这样的一个就是 念养的一个数字 跟这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提供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 当然他们更有特点 陶远的部分的话是定期都有在办一些活动 定期在推广 台北的话则是有这一个相关的APP 来做一个相关运接的动作 在台中就是有等司团 那我们简单就是报关一些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呈现在这个就是刚刚这一个数据 我们结合GIS呈现的状况 就跟刚刚提到的都是相对应的一个情形 好的 然后进入这一边 刚刚有看到就是 桃园台北台中 那这边是我们找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据 其实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跟数据有一些地方可能搭不起来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感觉得出来台北台中逝去的人都比较不爱狗 可能狗比较会叫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最后当然老师有特别交代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 就是 爱惜生命请以任良代替购买 爱他请不要放弃他 好 谢谢大家 孙老师还有各位先请伙伴大家好 那今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这主要交通部包举举与民家的国家公民去管理处 那今天的话就由我来介绍一下 那个台北市 那个自行车失却 调查统计分析 那从这个 我们本身的数据的话 其实的话量 比较少 那所以说其实的话 我们分析 能分析的数据的话 并不多 但是的话从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原本的话 其实我们对失却案 其实一般的话我们的认识的话 都是认为晚上 其实他的失却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 不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的话 各位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他本身的话 其实在10点到12点 16点到18点 就是在白天的时候的话 才是他失却的高峰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小组的话 其实也有讨论过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跟我们一般而言的话 那个失却的观念不太一样 后来的话我们有去找一些那个文献 那其实的话在那个 那个台北警察大学 还有那个一些 那台北苏安大学 他们一般休闲系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他们都有相关的一些报告 他们后来的话 其实的话有解释出来 因为白天的话 其实的话我们骑自行车出去 那其实他本身的话 骑了之后 其实他自行车的话 其实就放在那边了 那其实的话小那个 那一般而言的话 还有的话 在犯罪局里面的话 像程湘君先生那个 先生还有做过研究 本身的话 其实的话那个本身 自行车的失窃案 跟一般的失窃案不太一样 一般的失窃案的话 即使的话他犯罪动机 即使的话他是预谋性质的 那本身的话 那个自行车的失窃案 不是他是本身的话 是随机性的 比如说的话 我今天的话去天气很正 然后我走的很累 因为刚好的话 那边的话 有一个脚踏车 看起来很容易脱 他本身的话 骑死的话 他就下去脱了 所以说他是一个随机性 犯案的方式 所以说他反而 在白天这一部分的话 骑死的话 是容易发生的 而且白天的时候的话 他发生的地点 大部分的话 都发生在交通场所 或是捷运 或是在学校附近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地点的话 骑死的话 像在那个台北大 那个台北社会学院 本身的话 他有做过那个自行车 油气动机的话 跟着火工部里面 其实以国内而言的话 骑死的话 还是以学生的话 其实的话 占那个 那个骑车 骑脚踏车的比例的话 还是最高 他占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 那其他族群的话 其实都没有那么多 那所以说的话 像等一下的话 我们在那个 在这个区流案里面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台北市里面的话 大安区 这边的话 其实他的比例的话 其实就明显的高 非常多 那原生的话 到各位其实的话 就到 大安区这边的话 其实的话 可能是台北的那个房间地段 不管是台市大 台科大 啊 台大 十万大学 其实的话大概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本身的话 其实也有到 那个我原本的话 昨天的话用我的 我没有带 都不可 我本身的话 其实用我手机厂 后来其实的话 我原本老师有叫我们的话 用开放资料 嘛 我想去里面的话抓资料 但是 那个手机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的话就到那个 台大 就是各级所大学里面去查他们 那个学生股人数 加起来 大安区 总共的话 其实的话大概有三十万个人口左右 但是的话 这几个学校加起来 六万三千多 所以说其实的话 他这边的学生比例非常的大 那从这边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这从这个换围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的话 他本身的话 其实好挖一点 其实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 本身 从 从这个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那另外额远的话 其实的话就是依照那个 本身那个警政署的统计资料 其实的话我们国内 本身那个 那个 那个 自行车的失缺率 几乎都发生在交通场所 也就像车站啊 路边啊 还有捷音站这些地方 所以说的话 你看从这张公布图的话 其实的话 包括北口气这些 捷音站的话 其实交通设施比较多的地方 他其实的话也很容易发生 那 好 这 接下来的话 其实的话 我必须要讲的部分的话 从这个研究里面的话 其实的话我们发觉到一点 其实的话就是说 骑自行车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在预防风吹雪里面的话 其实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 其实我们知道自行车的话 其实的话 既然他的失缺率的话 几乎多 多对白天 发生 那为什么会在白天发生 是因为其实 而且的话 他本身的话也有季节性分布 哦 他那个 他又季节性分布 通常一般而言的话 在夏季 跟秋季的话 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比那个冬季的话 跟那个 比冬季的话跟春季的话 比较容易发生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原因 是因为的话 其实的话 都那个夏秋这个时间 因为他是在白天发生的 夏秋本身 他的那个日照时间 本来就比较长 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的话就有情境因素 这一个部分 人家的话 其实有做过 温度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而言 在空间里面最湿湿的温度 大概就是18度到25度C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相对湿度的话 大概是65度C以下 其实我们会比较舒适的 但是犯罪力 这个东西的话 人家有去做过相关的研究 温那个 本身的话超过28度C 温度的话 每升高2度C 他的犯罪力 其实就会升高3% 所以说的话 其实的话在 夏秋这种天气 比较热的时候 其实 反正的话 我走得很累了 天气又这么热 刚好看到旁边的话 车子都没有走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引起他 随机性的犯罪动机了 所以说他跟季节性的话 跟温度的话 其实都是有点相关的 那到这边 到最后的话 做一个总结 其实的话 从这一个的分析里面的话 其实的话 我们得到很多知识 包括比如说 现在自行车的话 其实的话 现在有自行车真的很贵 一台二三十万 所以说的话 其实你居然是 不买那么贵的 买还不错的 其实的话 你怎么的话去预防 像比如说 现在有一点的话 其实那个台北市的话 有警察局的话 有所谓的落马 他会自动帮你的话 其实的话 但是现在 这个部队已经落伍了 那个从100年开始推 推到106年 现在他那个落马 本身的量的话 越来越少 现在的话都用什么 用胚子的 就警察本身的话 其实的话用 用 就是你去警察局 他就会交给你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黄道的贴子 你贴在你的 脚踏车上面 其实的话 以后的话 其实发生失窃的时候 要找寻就是比较容易 另外一点的话 台北市本身的话 其实的话 包括各县市都有 有个自行车柱子登陆系统 本身的话 其实就是像我们的话 去到幻电 人家的话比较幻电系统好 一照 就知道的话 我就做 所以说现在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的话 政府的话做的还蛮好的 所以说 其实的话 我们本身整个的 那个自行车柱子的实践力 依照警政组的统计资料 他是从101年 逐连下降 那破案力 因为他本身的话 有落马系统这个建立 柱子登陆系统的建立 还有本身的话 那个 那个防盗贴子这一部分 都管齐下的结果 我们的 那个自行车柱子的破案力 是直线上升的 另外一点 其实的话 其实的话 比如说现在而言 其实 如果的话你真的车子很好 其实 现在的手 还有所谓的 GPS定位的手 但是当然 那一个的话 除非你脚踏车的话 其实很高级 不然的话应该是不需要 但是的话 这几个 这种提供的工具 各位的话可以使用 以上报道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直接先自我介绍 那大家好 我是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然后蓝玄姐 那今天等等我们要报告 因为时间不多 为了让大家能够准时下课 那我尽量在三分钟以内 把我们最亮的亮点 介绍给大家 嘿 那首先 首先的话 大家都 大家都会知道癌症这种东西啊 它是不是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生活习惯 跟你的生活习惯啊 生活习惯啊 包含了饮食啊 饮食啊等等 之类都是有关系 饮食 然后空 环境啊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 所以 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 那在 整个癌症当中 我们就先去看 男性 他的癌症比例发生 发生最多的 第一个是肝癌 那肝癌 肝癌这种东西 就一定你知道 肝硬化嘛 那是不是对 跟生活做起就有关 是不是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区域性上面 他是不是有差异 那 其实这个很明显 可以看到 在都会 在都会区的时候 他的 他的肝啊 以及一些内脏 他的癌症病变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在都会区 你可能工作习心 你可能要应酬 要喝酒 那男生嘛 因为 现在大家很重性别歧视 但是没有性别歧视 就是 因为男生 通常他们在工作的 那个 性质上面 就比较 常要出去跟人家应酬 那在 你这种应酬 有时候可能喝 喝到十一二点 回到家用一用 搞不好 甚至喝到两三点 所以当然 对于 对于 在身体的那个 生活作息上面的话 我觉得是有相关的 所以 在肝癌上面 男生的话 他肝癌不加多 那当然 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是在 都会区的时候 他是比较集中 那像一般 可能比较 花东地区 台东 其实也就比较少 虽然说大家都会说 原住民 原住民比较爱喝酒 但是 但是好像 好像 好像比较 跟那种 跟那种 跟没有关系 看他们那边生活 做起比较正常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女性 女性 女性在他 癌病病方面的话 他主要是一些 女性本身主要的 癌症上面 比较多 包含像 乳癌 然后还有 子宫颈癌 那乳癌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乳癌的部分的话 一样也是在读回去 读回去 因为刚才提过 其实癌症这种东西 跟生活压力 然后 环境上面的变化 然后生活品质 其实是有关系 那可能 我们退估来可能是在 都会去的时候 可能工作压力上面大 然后所以他离来的病病 有比较多 那综合两张 那 最后 再来我们就可以看 最后我们看到 诶 那在 女性奴 就是目前 当初政府 其实有在推动说 诶 利用一些那个 诶 就是提倡 比如说 健检啊 然后 或预防的方式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有效的去降低 他乳癌的比例 那 当然大家最主要 就是说政府这几年 会提倡说 哎 女性的那个乳房 然后健康检查 再来的话 子宫颈 子宫颈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先来看到 乳房这个 其实在大概2004年的时候 他有推出一个就是 每两年定情检查一次的这个政策 但是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子宫颈的话 部分 他在19 他在19 1996还是97的时候 他开始提倡六分钟呼吁神 但是他可以做去做到预防的效果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其实我们在深入的探讨 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在子宫颈癌 他主要是用病毒的突变 他是乳突病毒去产生的 那在 你在一些乳突病毒的影响 像 乳突病 就是你有一些另外的生物性去影响的话 其实你在一些检查 经由事前检查 其实你可以去预防到 但是 如果你像在这种乳房 哎 乳房这部分的话 乳房这部分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 一些 就是癌症 就是一个是生物性造成 一个是可能是你本 本身自己的基因突变所造成的 所以变成说 其实在 不同的癌症发生 发生的原因 其实还是跟你 跟你前端的那个预防 其实是 有差异的 所以没办法去 没办法说 哎我只要提前做预防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 有的时候人家说 啊我只要吃吃的健康一点 我是不是就不会得癌症 但是这是 基本上是没办法有相关联系 OK以上谢谢 我们再利用五分钟时间 麻烦现在各位哦 拿起您的手机 来扫描一下好不好 扫描 然后我们进行评分 来麻烦请 店只要投一次哦 麻烦请评分一下 您觉得第一组在报台北市交通意外事故 第二组是登革热 第三组 公派防治 第四组 动物刃领养 第五组 自行车 切到 职讯 第六组 还正发生统计 您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他表现不错 你就可以用优 还有满意以及尚可 来去做评定 请问还在评分的学长 麻烦请 请举一下手 让我知道吗 还有谁在评 没有 那我现在先公布一下咯 因为直接马上 这我写了一个小APP 直接马上就知道了 好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第一组 开始来去揭露 各组的表现 那 好 来看第一组 觉得第一组表现很好的 是50% 第二组 55点 现在还有人在投票 好 第二组 觉得第二组表现很好的 是54.3 所以目前是第二组 第三组 31.4 第四组 42.9 第五组 37.1 所以如果第六组 没有高过于54%的话 那就是第二组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下颁奖 好不好 应该一起啊 对不起的 应该是一组一起的 那一位快代表就好了 然后他也要照片 好 好 这个 我只花一分钟时间 好 我们今天做大数据分析 只是一个开始 绝对不是结束 而且这一小步 即将要在你们单位 开始慢慢去开花 可是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各位 把这个教学心得或者是计划 写好 让你的主管去看 尤其是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也觉得要做 但是要怎么做 其中是要地路拦里的走 还是要苦尽甘来的走 那都其实需要我们好好的用心 把整个这两天的课程好 好好的再看一下 这是我很喜欢的两句话 出自于杜甫奉赠为左臣杖 就是左臣杖 二折二欲 他的字数 他希望就是说 读书破换诀 下笔如有神 告诉皇上 请帮我转成给皇上 其实就是鼓励我们后人多读书 我蛮喜欢这两句话 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咯 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 那我把剩下时间交给一下 谢谢大家 各位伙伴这两天辛苦了 那大家可以一边收回来 就再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还没有填两份问卷的伙伴 那就请在今天晚上10点前 记得上APP开填写 那再请留意一下随身的物品 最常留在这边就是转接头 可能就留在延长线上面 那大家这两天辛苦了 谢谢大家